看到他我终于相信,微笑的力量可以跨越千年 虽然历经磨难,但他那份来自灵魂深处的喜乐却如此动人 这是来自邯郸的微笑 邯郸一座等了你三千年的城 历史悠长,古运盎然 河北省内一座市级的国家一级博物馆,邯郸市博物馆 作为镇馆之宝的东汉金银图成与大绝九尊集成盘 通体溜银,纹饰溜金 三只猪雀展翅鱼飞 两侧盘龙俯首闲环 底部三雄托举九尊,憨态可居 战国透雕赤龙文金牌饰 虽小巧却精致无比 两吃龙坐腾空而起伏,形态逼真 它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民族融合的产物 被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 展馆大厅上方的博物馆标志就是以它为原形设计的 共用同一个展柜的战国铜溜金茜与三龙形式更为引人注目 铜龙居下,昂首屈颈,拱背卷尾,御龙居中遍体古文 最夸张的是上方的铜虎,昂首挺胸,口含红马脑珠,极具张力 而这只刻度天鹿驾运斗,以传说中的瑞兽天鹿为装饰 正所谓持权柄以为天下,可见礼仪陈设的功能更多一些 战国青铜马是我国发现最早写实风格的青铜马雕像 比马他飞燕还要早四百年 另外几件虽不是镇馆之宝,却也值得一看 石雕斜式菩萨立像,一扭腰就是扑面而来的极致唐风 红马脑代沟,战国时期御代沟中的精品 也是特殊场合使用的礼仪用器 最吸引我的还是北朝造像艺术 夜城彰显出一种新的风格 一改前期轻受作风,人物形象在书简平淡中流露出内在的活力 从而开创了佛教造像艺术史上最美的北齐样式 除了甘丹风华邯郸历史文化陈列和古代时刻艺术陈列之外 走进城与典故之都系统展示邯郸城与典故的来源特点 再一次擦亮中国城与典故之都的名片 词周瑶瓷器陈列展示了北朝时期精美厚重的青词 北宋民谣白与黑的敬眼 明清两代生机勃勃的彭承瑶和青花五彩词 在中国历代浅壁陈列 你可以见识到方圆世界中多种多样的浅壁样式 我是小雪 我想要更多的人和我一起 看见历史 我会想要更多的人和我一起